所以,我们随习可以正念, 是要如此的对知,在当下,在生和在心所发生的一种一种。 所以,不管我们是在行住坐窝,其实都可以正念。 行住坐窝,行是在走的时候, 当你在站的当中,坐就是指静坐,或是念坐, 卧就是当你抛下的时候。 但是,在正式的练习,我们比较不容易练习卧场, 我们很少练习卧场。 这是因为,如果一个人还没有掌握, 试炼出了修习的技巧, 他并不容易感练习卧场。 因为,在卧耳当中,很容易造成温神的升级, 或是打热习。 除非一个人身体不舒服, 他都能够一静坐, 那么,他可以练习卧场。 所以,我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, 先从这三个姿势开始, 行住跟坐, 在走,在站,在坐的当中, 先从这三个姿势开始, 学习彼伯圣拉场, 或者说,陪你正念。 所以,在修习彼伯圣拉场的时候, 修习者所必须正硬观察的, 就是在当下, 神起的圣经现象。 所以,我们所要观察的, 只有两种现象。 一个是在色身上, 身体的现象, 有些人称为色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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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, 在开始的时候, 修经者, 尤其是中学者, 他不知道说, 如何开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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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习彼伯圣拉场。 那么, 在其中一个方法, 我们教导修经者, 从色法开始。 色法开始。 色法就是, 什么呢? 这个色身。 这个色身, 在究竞法里, 或是在正书法里, 它是由四大种固承。 这四大种, 就是指, 风大, 地大, 火大, 跟水大。 但是, 当我们在信息底, 波士拉场的时候, 有些人指导修经者, 正面观察风大。 我们不都是说, 观察风的本身。 我们是指, 风大的自信, 它的如何信心。 每个现象, 不管是在色身上升起, 或是在性身上升起, 都有它的各自性质, 或是它的独特性质。 所以, 当我们在修经比波士拉场的时候, 他们说, 修经者必须正面观察风大。 我们是说, 我们是指, 正面观察, 移动, 动作, 或是支持。 所以, 移动, 动作, 支持, 就是风大的自信, 或是独特的性质。 火大的自信, 就是个儿, 而冷。 低大的自信, 就是硬而软。 那么, 水大的自信, 就是凝聚, 或是流动。 所以, 在进座当中, 我们是先从, 我们先, 在开始进座的时候, 我们可能, 我们先, 开始提起这面, 观察这四大。 这样。 所以, 在进座当中, 修经者必须, 根据自己的经验, 选择一个知识。 适合他的知识。 那么, 最重要的是, 上探身保持正直。 然后, 轻轻闭上眼睛。 在练习当中, 也要学习, 放松身和心。 那么, 在开始, 静坐当中, 如果修经者在当下, 并不能够觉知到, 有这种特别明显现象。 那么, 修经者, 可以从这三个基本的现象, 或是主要的现象, 开始, 练习, 静坐。 或者说, 在静坐当中, 修经者, 有三个基本的现象, 或是主要的现象。 帮助他们, 可以正念, 保持正念持续, 不让他通断。 这三个现象, 可以称为主要的现象, 或是基本的现象。 但是, 并不是说, 最重要的现象。 在弊波山大山的修行, 修经者, 其实, 并有一个固定的现象。 因为, 根据, 佛法, 佛道教导, 不管是什么现象, 在生, 或是在新生起, 它都是有生一类的性质, 并都是有名的。 所以, 在一个现象生起, 之后, 可能母性就消失, 又有可能一个现象生起, 那修经者, 必须正念观察下个现象。 所以, 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现象。 在开始的时候, 可能, 你并不能够体验到说, 每个现象都非常迅速的生命。 这是因为, 正念还不够专注, 定义还不够深入。 只有当你多多练习到时间, 你才会得到, 越来越明显的体验, 或是经验。 所以, 在经座的开始, 如果, 当下没有真的明显的现象生起, 修行者可以正念观察, 腹部的脏肌收缩。 所以, 当修行者在经座当中, 他会体验到腹部往外膨胀, 往内收缩。 只要一个人还有声音, 还有呼吸, 他的腹部一定会在膨胀, 在收缩。 所以, 当修行者觉知到腹部往外膨胀, 他必须正念观察, 膨胀的过程, 或者移动的过程。 膨胀之后, 可能腹部又往内收缩。 修行者就必须觉知, 这个收缩的过程, 这个移动的过程。 当修行者在保持正念, 腹部的脏肌收缩的当中, 或是在观察其他现象。 修行者也必须在心做标记, 或是标明。 标记、标明本身, 还不是正念的练习, 或是正念的意义。 标明或是标记, 他的目的, 他的作用是, 帮助修行者可以装入准确的正念。 所以, 当修行者觉知到腹部往外膨胀, 他在心标记、障义, 但是他不应该去做一个标记, 他应该保持正念, 在这个腹部脏肌的过程。 过后, 可能腹部又往内收缩。 他就觉知, 这个收缩的过程, 同时标记, 缩或是收缩。 有些修行者, 他们用的标记是, 起伏。 所以, 你要用起, 或是伏, 或是站缩, 都没有关系。 最重要的是, 如实地观察, 这个腹部的站起, 收缩的过程。 有些修行者觉知到, 腹部的站起收缩, 很模糊, 或者说很维系。 或是, 有时, 他不能够觉知到, 有任何移动。 所以, 当时, 假设说, 没有真的移动, 而且也没有其他明显的现象, 修行者不该停顾, 完全说, 他的正念不该中断, 他应该, 他应该, 去观察, 另外两个基本的现象。 另外两个基本的现象, 就是主做了知识, 和身体的借助。 所以, 当修行者在制作当中, 他推指, 做了知识, 就是指, 上半身正知, 同时标记, 做, 做。 观察做了知识之后, 如果, 警戒代表真的明显的现象升起, 修行者可以, 引导正念去观察, 身体的借助。 所以, 在进作当中, 有很多借助点。 假设说, 你的手, 手臂放在膝盖上, 左边一个借助, 右边一个借助, 或是小腿,